德尔塔IV型重型火箭是美国建议,并已执行任务的最大型运载火箭。 这种火箭可以将最多28.790吨的有效灾鹤送入滴滴轨道,将11吨有效灾鹤送入通信卫星所在的地球同步轨道。 另一据报道,还能将11吨重有效灾鹤送上月球,将8.8吨有效灾鹤送入火星轨道。 德尔塔IV型重型高235英尺,约合72米。 第一级由三个公共核心助推器,Common Coal Booster组成,成为一次型直线排列。 德尔塔IV型火箭系列有三种主要结构或类型。 中型,中型加4.2,5.2和5400。 中型,每种结构都装有的第一级火箭底部的三分之二和第二级火箭顶部的三分之一火箭。 前者包括软亮箱和主发动机,后者包括二级发动机,软亮箱,载运物和各种电子设备。 中型火箭的第一级,包括由RS-688动机,提供动力的一台通用助推核心,CBC它的第二级由RL-10B2发动机提供动力。 同时还包括各种操作和控制高度的点热设备。 例如德尔塔II型中使用的冗余冠性飞行控制组件系统,RICON以及燃燃料箱和氧化机箱。 中型加火箭的第一级,除了含耀与中型火箭相同的组件外,还有两个或四个直径为1.5米的固体火箭,捆绑式沈默环角发动机。 整所有中型加火箭都使用RL-10B2发动机,向第二级提供动力。 但是5.2和5.4版,比中型和中型加4.2版,拥有直径更大的燃料箱和更长的氧化机箱。 中型火箭看起来就像一个超级火箭,它不但拥有主要的通用助推核心,还包括两个附加的捆绑式助推器, 这三个助推器各自装有的RS-68发动机。 重型火箭的第二级,还有一个直径为5米的燃料箱,和直径为5米的栽域物设施配件。 由于德尔塔IV型重型火箭效率非常高,因此它携带的燃料,可以保证它在几乎所有高度和轨道部署卫星。 另外,由于第二级发动机,完成了大部分定位工作,并可以将它们的在运物精确送入轨道, 因此,卫星可以消耗较少的能量,并利用多余燃料延长自身功能的运行时间。 第二级到达预定轨道后,在运物重量模拟卫星,现在可以维持自己的轨道,被激活并从载体分离。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